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个钟唱到 今天说的一件事 如果不改这条题是没有人会看的 就是联系汇率之下 十只必买港股 这样就会有人看 因为联系汇率之下 没人会看的 所以你不怪的 这个题目我想说 因为最近银行的体液结余又减少 因为政府有数的港元 你发现坊间所有媒体都是 糟糕了 他们未必会这么说 港元汇率再受挑战 前景再不明朗 我真的有什么不明朗 这么多汇汇基金 不是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机制里面发生的事情 这个问题就是 因为美国高息 香港低息 所以现在就是要透过 回收港元 去令到的息口夹高 和美国看齊 就是这么简单 讲完了 做完了 但你这么说是没有听的 所以你说 现在这个港元汇率受到冲击 我们作为一个小投资者如何自处 或者现在就应该要卖楼了 港元息率增加 卖楼好时机 这些就是香港人想听的东西 其实这个汇率增加的 这些港汇的指数问题 一年都帮到很多次了 你需不需要这样 又卖楼又卖楼 就是很长期趋势 或者是回来到 其实香港1980年之后 或者2003年 可能会有少少联织会计 这十几年之后都没试过 但是我记得有个教授 有个教授寫很多文章说 楼价不是需求不是供应 只是息口 是啊 所以我们要好多文章 所以这样说 那遲点会加息 是啊 是吧 那是你的亲家 所以我亲家 他就这样说 他就 他虽然爽不过 都是 他是教授 教授 他是不是真的教授 他那个前教授 他那个不是前教授 你是不是也是大师 我解释 我解释 你股票的价格 是不是受到你的利润 和资产所影响 但是利率和货币流动 那是哪一件事重要一点呢 因为股票的长期价格 它是由它的基本因素所决定的 而所有资产的短期价格 都是由货币因素 或者利率因素决定的 这个是短期价格 或者是长期价格的问题 是 即是它将那些 鬼不知道什么 其实所有东西 你如果买 你现在在股票 我现在无端买一个小价格 我不理它什么 买的 但是问题 这个就是货币因素 利率因素 但是问题 就是长期的 我不能够下跌 我会回到长期 我会回到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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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靠基本因素 你只是供求的 你很不懂 他根本就不懂 他根本就不懂 我可以測量 他在脚底都不配 但是我想说另外一件事 现在为了要吸收市 真的完全是 如何说呢 无所不用 还有没有什么成本 对 譬如有个苹果 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写 就是阿朱根 就是说他真正全名 大家应该都猜到哪个 阿朱根就是说 喂 现在我们说 港元就 如果这么大危机 港股就跌到四位数 楼价跌到七成 港元这些是不需要负责任的 现在有没有跌到七成呢 我还看过他有些死忠的支持者 虽然它是估大了 但是方向是没错的 我想现在的楼价不是在升幅吗 楼价不是在升幅吗 但是我真正想说 关于联系会那样 我听到阿朱根是什么地方 现在已经有人说 你是时候将你的港元资产 转到美元资产 还要将那些美元资产放在离岸 我问免费事啊 万一有些什么事 你连调都调不走啊 我心想说 不是吧 现在是世界末日 你看到的 李小家委任了 港交所 已经是中国大陆侵蚀 我们香港的股市 和财政储备的阴谋 第一步 我告诉你 现在银行 禁不了美元 禁不了美金 禁不了 我们要把钱换成美元资产 那是完全错 因为你在那边的人都调过去 对 我不是说 他说你不要把第二件事说 我现在只是调我的资产 我辞走到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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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都要在香港最后一条交付 对 所以你就调走资产 然后你的人质了 如果你的人质了 那些人以前移民加拿大 移民之前他的钱先走了 那都很正常啊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 如果那个人是贫义不能移的时候 就是把钱换成外费 我觉得这样 我真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我太反对又说不通 因为我在美国工作 我那边有物业 我那边赚薪金 那我真的有美金 你才卖港财 你都不支持港元储备 你应该把钱换回来香港 但是问题就是说 你应该不像我那样 如果有能力没有工作 在那边有人聘用 你不会解释你 的话呢 那你拿着手套 不会太多钱的话 你搞这些动作 如果你有钱的话 部份 你会担心 尤其是会不会资包好 或者什么好 转美金 那些放在外边 无可合飞 很有钱的人去了英国 很有钱的人去了英国 他害怕他在美国 不是 但是这个真正的问题 我不介意你担心 信不过共产党可以拿走 但是你不能够用联系汇 最近被人冲击 而他觉得你的钱要转成美元资产 说不通 你可以有一万个不信任共产党 但是你没理由 因为联系汇率 最近他的银行看人欠如减少了 然后你就觉得我是谁 你说李小嘉去做了什么 搬走了那些钱 那那个可否因为那个去搬走 李小嘉入了港交所 所以搬走了 刚才你说的 我就是这样说 全世界哪个本事无路线 你美国最安全 美国不就有雷曼兄弟 你听我说 第一 我刚刚才有一个叫做 那个叫做BioPath 那只股票 我不知道是什么股票 我就不知道是否是老千股 总之它有52周 52周的高低价是1毫子 就是10 cents 至72元 OK 就是NASDA上市的 就是 其实 你们有没有看过 华尔街狼人 其实美国人 是每一种老千都有的 所有的老千都是我们教的 以前我们为什么会有那些 那些新股夹高 几百倍 那些 其实是NASDA发明 那时候我二千年的时候 开始炒货 过往股 我们都不明白 那些股票一上市 可以升高几十倍 而香港是过了20年才抄货 基本上每一样的美国都有 只不过香港人 是不会买一些 美国的老千股 因为我们只闭上眼 就买一些Apple 那些 正如 会不会有一个美国人 去买香港的老千股 都是不会的 现在他的想法是什么 喂 现在中国的股市是做市的 香港就会被中国股市抄财 我现在不是不信一只股票 我是不信你整个制度 你的制度 总有一天就会好像 不是 其实大陆股市也很正常 总有一天 那个香港股市 就会被人操控 我们所有钱就会被人握 这才是问题 其实 如果你这么怕被人握股市 最好不要买股票 其实 这个才是重要的 这个才是重要的 在任何一个股市 任何一个股市都会被人握 任何一个股市都会被人握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新加坡的股市是OK的 因为新加坡的股市 就已经萎缩到没有了 就是希望 希望是 管点一点 就是 那时候他说 如果你去到新加坡的股市 没有升值的 那不如你把这些钱 放在床下底 新加坡不会 新加坡股市不是这样 他们很正经的 在IPO之后 然后大家 没有老千 那就不炒了 那时候 你不炒的时候就跌了 一元就跌了 五毛三毛 然后他就私有法 出四毛指 然后就完结了 所以新加坡不停的 就是这样 一样 但是香港人不懂的 香港人说 那些股票很老实的 不炒 真的好 没有老千 都不会炒了几百倍 香港其实很多 我说的那只 就是华信 华信 那个是 应该现在 Below NAV 我估计 80% 也没有炒 也没有成交 只有十多个市值 然后收租 每个月 然后是Below NAV 我之前也想说明一件事 之前也有大师说 你说 现在香港市民最大的问题 就是在报纸上学经济学 这个才是一个大的问题 我冒充一点 就是说 我们拍档 写经济三点零 我就很怕写联系会论这些东西 不是我不懂 是 我是没有心机写的 就是你写完这些东西 又是说那些东西 是 那些人一发疯 太统一 没什么可以发疯 你下去就是说那些东西 那些人傻街 所以我拍档 我的partner 曾国平 就很有心机 他是一个好的老师 就是一见那些傻佬 在那里乱吠的时候 他就会 我教育大家 我每年都可能 一年写几次 一年写出来 那些人乱吠的时候 他就要澄清 那很多人可以出来 但是那些收市就不是很好 而且经常都很悶 那些人经常都说 非准备联系会论 一来一来一来 现在的经济波动 会不会不好 就是大家去抄 就是看这部作曲 那为什么联系会论 制度有什么不好 那当然是他们说的 严格 不过问题就是 其实我觉得一个 匯率制度 或者所有的政策 都有一个common sense 而香港大部分人 我认为90%很好的 那common sense 所有政策 所有的事情 都有不好的地方 就像选择女朋友 选择外婆 那些女儿 当然不是过完美 是没有过完美 你不重要 任何方法 任何匯率方法 一定有好处 有坏处 是的 你就挑选坏处 那我自己会换另一个 然后再换另一个 然后再换另一个 你不可以这样 还有我不接受的 一样东西 你可以不相信政府 但你不相信政府 是要有理据的 譬如现在的人 很多人 尤其是本土派 都觉得 我们那些储备 遲早就会被中国立 可能中国真的 很想立了你的财政储备 那你都会告诉我 他如何立才行 没有人能夹得到这些东西 总之就立了 不是他说外汇基金 外汇基金没得了 但外汇基金都会立了 总有一天 那万多亿就会被政府 拿了 那我就问他如何拿 一大一路 又或者澳门 那些广东省 什么东西 但问题就是 香港的金管局 有没有可能 在我们可见的将来 做这些事情 而是没有任何 现在不是说香港市民 有没有任何 你外国的投资者 他们会看到这些事情 美国 英国 有没有 你亂做的时候 人家撤资 完全不想这些 结果去到什么 那你不如说 这个不如是共济会的阴谋 就是那些什么 罗富齐家族 肯定是 现在金管局 肯定有很多共济会 不错 罗富齐家族的阴谋 和共产党的阴谋 是完全那些 他现在连了手 连了手 竟然是 现在已经是 然后他们又被中共收买了 现在就在金管局 安插了所有人 明天就没有了 我给了一个万多亿 他按键 所有钱就回到大陆 玩完了 香港 所以整天都不明白 既然玩完了 你还这么辛苦 找钱和什么 明天的钱都不值钱 浪费气 但可能 找一天就一天 那我一起买房子 那你总可以兜得到 但我觉得是很悲哀的地方 就是我们这么认真 去说一些正确的东西 你都是不及一条 你收事 没有保证 所以我都说 周远大师 你到现在都没有拿十只股票 你叫我如何在这个title上写 联系会 受冲击 必买十只港股 我还要加上留言 说十 我们就会PM你 下次再讲其他话题 好